南投市的內心理與內心理 長期以來因念法相識 讓民眾分不清楚外 兩里的人數也相差許多 日前縣議員鄭正妍 也協同里長共同召開行政區域調整說明會 判聽取名義改善問題 這個行政劃分 他這幾個年要來報我來行李 這個人數來報我來行李 因為我們來行李和來行李 有時候聽起來跟分寮不清 所以人口方面差很多 我一切都尊重我們的民意 內心理長劉坤毅表示 因內心理的人數過多 判此次透過說明會聽取名義 將人數播一些過去 讓兩里的人數平衡一些 今天是來到17年 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的 為了我們來行李 要來跟分李 要跟補一些來行李 所以跟鄉親來做這個 作丹會 刷兵會 把這些事情都給他們了解 兩邊 兩個李 比較平均的 先議員曾建言表示 內心理人數是內心理人數的五倍 左右相差許多 因此為了讓行政上更加方便 也召開說明會 向民眾說明外 也判聽取名義 改善問題 來心來心的行政法分 做丹會 要來聽我們鄉親的意見 我們來心理跟來人理 為什麼要改 改的原因是差得大 因為這就是 來心理跟來人理 人口數差五倍 我們中間你會是兩千七百幾號 下方你會是差不多五百幾號 有要來改變 讓我們的鄉親 行政上也比較好作業 就是說 我們行政上的法文 可不可以更方便 內心理與內心理長期以來 因練法相識 不僅導致民眾分不清楚外 另外人數也相差許多 先議員曾建言也希望 判透過召開說明會 向民眾說明外 也判聽取名義改善問題 讓行政推行更加順遂 記者邱平君南投採訪報導